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在这个牵引的过程中 我们发展我们的技术 而这些技术在它的中间阶段 是可以用到其他领域的 通过去绘制大脑的地图 然后我们可以去给基础的神经科学 比如解决这种认知的一些问题 去提供这种很重要的研究的资料 对于这种内脑的智能技术的发展 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国家政策的支持 企业的一个宽容的环境 使得我们的创新能力 得到了一个更大的发挥的场地 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使我们能够在国外技术的技术上 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